章鱼博士为什么这么受观众的喜欢 当看到他在英雄无归被洗白后 所有漫威迷都欣喜不已 而他与初代之诸侠时隔二十年的对话 更是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 章鱼博士原本是一名善良的物理学家 创造新能源造福人类 是他毕生的梦想 当他初次见到彼得时 他就像导师一样 耐心教导彼得为人做事的道理 在奥斯等集团的大力资助下 博士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 他准备利用穿元素进行核聚变测试 只要实验成功 人类将拥有源源不断的再生能源 为了实验万无一时 博士还专门研发了四只智能机械触手 来协助自己完成实验 起初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可突然核聚变的盈利不断加强 连周围的物体都被不断吸了过来 最终悲剧发生 不仅妻子当场去世 就连他一直触手的智能芯片也被破坏 好在蜘蛛侠即使感到拔掉了电 才没有让事情进一步恶化 但没有了芯片的压制 智能触手竟在短时间内产生了自主意识 就在一身进行分割手术时 触手开始无差别的大开杀截 甚至还产生了邪恶的意识 而一心只想完成实验的博士 也被触手彻底音像控制 章鱼博士也就此诞生 之后为了再次重启核融合实验 触手先是带着博士来到银行抢劫金库 接着他又找到哈利 拿到了实验关键的穿元素 这次他要制造出规模更大 风险更高的核融合仪器 而关键时刻蜘蛛侠再次赶来 他提醒博士如果不停止实验 整个纽约都将被移为平地 可博士早已走火入魔 根本听不进蜘蛛侠的话 两人又再次打了起来 大逗中 蜘蛛侠也用高压电线挡住了攻击 博士被强大的电流击飞 触手也因为进水短路而暂时陷入了瘫痪 他终于清醒了过来 看着自己闯下的大火 以及眼前摘下面具的彼得 博士终于找回了自己的本心 起初的他梦想是用科学造福人类 可现在自己却差点毁掉这个世界 为了弥补犯下的过错 他凭借自己的一致强心压制触手 将整个核融合一起拖进了大海 最终 章鱼博士和他的梦想一同葬身海底 而到了英雄无归中 荷兰蒂利利用钢铁侠的先进科技 成功治好了章鱼博士 到了最终决战 当三代蜘蛛侠都被电光人 控住无法共产时 智博士及时出现 一招制服电光人 顺利帮众人解威 并且当绿魔来袭时 他主动帮素不相识的 奇异博士当下攻击 而他与初代蜘蛛侠 时隔二十年的对话 更是让人泪目 这是一个长辈对孩子的关心 同样也是说给屏幕前我们的